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门全新的课程 叫Android Stadio Android Stadio是Google在2013年 推出的一款全新的Android开发环境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我已经熟悉了Eclipse 为什么还要学习Android Stadio呢 我想说,磨刀不误砍材工 Android Stadio集成了Google最新推出的一些很多的特性 能够帮助你更好,更安全地开发Android 它是为Android开发量身定制的产品 我是建议大家花一点时间来学习这个Android Stadio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课的课程目标 那么这课程目标呢,其实很简单 第一,我们要了解Android Stadio里面的一些概念 它和Eclipse在一些工程或者项目上的一些概念是有所不同的 第二,我们就是要掌握Android Stadio一些基本使用方法 能够通过Android Stadio来进行开发,调试,发布我们的APK 我们的软件 这是我们这堂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目标 那课程安排呢,看一下这个大纲 我大概把这门课呢,化为六个小节 第一点是一个前沿,一个导论 第二点呢,就是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个新开发环境的一个历史 就是它的演变过程 第三点呢,就是通过Eclipse的观点来看 这个Android Stadio与Eclipse到底在哪些概念或方法上有些不同 能够帮助你很好的从Eclipse切换到Android Stadio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一些基本设置 就是说,我们Android Stadio里面可以设置哪些东西 能够来改变我们的一些开发习惯 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 第五点呢,也是这堂课最重要的地方 教给大家这个Android Stadio引入哪些新的特性 能够帮助你很好的进行Android开发 那第六点呢,就是也是做一个知识的扩展 这个Grandos完全可以单独开一门课程 这里只是说,因为Android Stadio默认是用Grandos的一个工程结构 所以说给大家点一下这个Grandos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下去自己去学习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新开发环境的一个介绍 在介绍开发环境之前 我先澄清几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你不理解这个Android SDK Eclipse这些包括还有ADT 它们间的一个关系 好,我们常说的就Android开发工具 其实是指最基本的叫Android SDK 其实Android SDK是Google为开发Android提供的一套工具 里面包括了打包编译 Android平台等等的一些API的裤、内裤 那理论上说 我们有这个Android SDK 加上一个记事本 我们就完全可以进行Android的开发了 所以说这个Android开发工具 这个Android SDK它是最基本的 但是呢 如果仅有这个Android SDK 那我们开发起来是非常非常费力的 你需要熟记各种命令行 什么AAPT之类的 这些参数的使用 成本是非常大的 所以Google为了方便我们开发 在最开始 它在Eclipse上开发了一款插件叫ADT 所以最开始我们使用Android的开发工具 是用Eclipse加ADT插件的方式来进行的 这是最初的这个Android开发工具 那后来呢 Google为了方便下载 就把Eclipse和ADT集成在一起了 就推出了叫Eclipse ADT的一个工具 这样子我们下载的时候 你在这样子 我们在Google官方下载的时候 它能一次性就把Eclipse和ADT的插件给下载起来 好 这是Google为了我们方便做的一款事情 然后除了Eclipse之外 有些同学如果是做过G2E1的同学 可能会听说过Intelligent Idea 这款开发工具 这款开发工具呢 它有收费版和免费版 那同样的 这款工具呢 它也能够支持这个Android开发 它里面就类置了这个Android开发的一个插件 然后我这里要提到的是 Google最新的推出的Android Studio 其实就是在Intelligent Idea的免费版上去开发的 但是呢 它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定制 改变了Intelligent Idea的很多的一些特性 并且引入了全新的 我就要后面讲到的 第五点的全新的一些操作 所以说Android Studio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去使用的 这里看一下它的一个演变 最开始是Eclipse ADT 这其实还是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是Eclipse加ADT 这里是Google把Eclipse和ADT结合在一起了 然后Google推出Android Studio的Beta版 然后最近这个Beta版已经正式发布变成了1.0版本 目前Android Studio是Google官方推荐的 也是它自己在使用的一款开发工具 那么哪里去下载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Google的官网去找寻一下 我们打开Google的官网 在最下面有一个Get the SDK的链接 点进去 好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绿色的按钮 这相当于是一键下载Android Studio for Windows 如果你是在Windows上开发的 以前有没有安装过Android SDK的 那么这个一键下载是完全适合您的 但如果是说你其实已经不是新手 你本机上已经有安装了Android SDK Eclipse等等 那么可以有其他的选项给你选择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它有两个表 第一个表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Android SDK 这就是我们开发Android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工具包 如果你是Windows呢 直接点击它下载下来安装就好 如果是苹果电脑 这下面也有给你的选项 同样的如果是YouTube 它也这里有一个Netflix的下载 就是说如果你是想仅仅单独下载这个Android SDK 那直接下载它就好了 但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其实没必要单独去下载这个SDK 我们下载一个基层包就好了 这里有一个Android Studio的Bundle的这么一个 一个安装程序 它的大小是900多兆 点击它下载 就是说它包括 集成开发环境和Android SDK都在里面 那如果是说你之前已经 本地上已经有了Android SDK了 那么你可以不用下载这么大的一个包 你只要下载200多兆的这个Android Studio IDE 就是它纯粹的是一个基层环境 就OK了 那同样的 还有其他平台的 当然打开这个网站是需要翻墙 因此呢 我这里提供了一个网盘的下载地址 百度网盘 大家可以在上面去下载 我这里只提供了Windows上的一个开发工具 那我们这里说一下下载完成之后 那需要安装 那很多同学呢 有可能是卡在安装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安装的时候 它是非常久 它需要去下载一些组件 所以我建议大家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还是如果有翻墙条件的是可以翻墙的 否则你的下载的这个时间 你第一次使用的时间会非常的久 好 这个下载完成安装启动 这里就很简单 和其他软件一样 那么这节课我就讲到了这里 那么下节课中 我将站在Eclipse的角度 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要从Exlips切换到Android Studio 那需要了解哪些样的概念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